有人就说想说一下景田的问题 这件事是国内消息 景田可能有人都不懂 景田就是内地一个艺人来的 他就被人重罚 罚了722万 最严重的不是那七百多万 七百多万他如果能够继续帮人代言 他都可以找回来 问题就是他之后三年都不可以代言 这个就是重罚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我很粗浅的看法 就是之前他已经是景田试过其他东西的了 那么他代言 就Dior那里出了事的应该是 我不是很理解的 其实我估计就是Dior那里出事的 那么他之前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呢 之前我记得19年的时候就有代理这个 就是蒸馏水还是矿泉水 那么有人就说那时候就说那个是低俗的 那么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低俗 你个人低俗乖的当然不觉得低俗了 那么其实就不是 就是有些人的心太邪 他就觉得什么都是低俗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看到美女 有些人就觉得美女 就是他露一些事业线出来 就是很淫邪 但是我看到美女 都是一堆白骨 所以 对我来说是真的没有影响的 所以我真的不觉得这些是什么问题 但是当然了 其他人的观点是很重要的 我也要说了 France 就说景田 其实他叫景田 他那时候搞的那支什么矿泉水就是景田 但是好像那些矿泉水好像有问题 我不知道 不过现在总之就不让他代言 具体情况我觉得 这个案例其实是好事 就是那些演艺界的人士就要小心 就是他代言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要先试了 就是如果是不行的 那么他就不可以代言 就好像成龙那样 他用霸王洗头水 他都要试过用霸王才行的 就是用完霸王之后他还可以说 那些洗头水真的令到我的头发可以冻又这样 冻又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那就没所谓 是啊 就是你代言 就是譬如景田 他说他喝那支矿泉水 那他就要天天喝 是不是 就是如果天天喝就行了 那信群就说景田鱼仔很有米 有没有收入不紧要 那我不知了 这个 那么 那么2021年就说 市场监管总局 不是Dior 因为Dior那里我看到他没有了他的照片 所以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 喏 我没有留意 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 呃 国家情署就是情署 那好了 那那英雄树下小仙家就说回那个细节了 其实这些花边新闻我没有理的 那他就说呢 广州无限畅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就用景田为他的生产的果疏类食品做代言 果疏类就是普通食品 那么 那公司就没有有效证据证实有阻止油脂和糖分吸收的功效 那么景田在英知法规定普通食品依法就不能够进行治疗保健等功效宣传 而且未经有效途经对代言商品有关功效 进行核实的情况之下仍然用自身的名义和形象在广告里面宣称代言产品具有阻止油脂和糖分吸收的功效 其实呢 这个我要说给大家听 你能够阻止油脂吸收的呢 其实只有一些西药的 如果阻止某些糖分的吸收 也都是要吃西药的 那些什么天然的食品呢 不会的 是不会阻止油脂和糖分吸收的 就是 这个 我没有留意这件事 其实所以你们说开我不是说一下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回应 他们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广告法有关规定 那 Toracev就说正如何骏妖要拍两盘莲花才信没事 他没有吃过的 我告诉大家 吃两个盒子就是24粒 两个盒子就是吃一个盒子 一个盒子就是24粒 他说 神经病的 他就不懂英语 因为没有吃过 有时候我讲都生气的 没有啊 就是大胆子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讲到大一大其实自己都 自己都不敢做 叫别人去做的 是啊 有些人习惯了是这样的 是啊 习惯了 那有些人就说景田的样子慢慢的 你漂亮而已 又说没什么事业师 我没有看他 所以我也不知道 其实就 那today1516就说 香港人有看电视一定会景田 慢慢都看到景田矿泉水 我就知道有景田矿泉水 其他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最后告诉大家 因为我是不喜欢看这些代言产品 我不会因为别人代言而买任何产品 这个 除了 Yokohama轮胎 因为Yokohama轮胎是特别正的 又用过是吧 是啊 是啊 散者卵 卵胎卵 这个我就会用了 回来讲回国家的消息 这个要正经一点说了 因为第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的时候 就说要将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另外呢 就财政部就发表了一些数据了 今年前四个月 全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就是 哇 这个又是要回馈给社会的 12823亿6千万 全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 就是这一样东西呢 幸好呢 就告诉给大家听 就是幸好就是国有的 那就是人人有份 另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证监会外汇局就发布了联合公告 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 依法合规投资中国债券市场 那现在呢 就是究竟做不做到这一样东西呢 就是那些境外机构投资者 会不会就是多些钱去中国呢 我认为是会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 不会的啦 中国现在和外边脱勾的啦 那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 那另外水利部呢就针对南方七省的雨程呢 就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那这个就之前我们说过都是 就是现在顺旗是来的了 所以都跟大家说 就是你在香港呢 其实今天呢 应该都是会下雨的 所以大家都是小心一点啦 出唤呢就带雨具 另外就是教育部就回应了了 人教板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的 其实又是一个套路 就是有些人他们搞自媒体一个套路 了起了一个话题先 接着呢 人家都说整改了就不收货了 接着呢就要再了 再了 了到呢 要国家出面 其实就是我的理解呢 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 都是国家的事业边来的 就是国家的都是 你就不行 我们一定要国家政府方面出来 摩擦他这样 就是这么说 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教科书这一件事呢 现在变成了市场化呢 其实就有些东西呢 就是那个要整改呢 就不是单纯说要 就是 画靓些画的 其实有些东西呢 就是我觉得呢 都是给国家做就算了 还有呢那些教材呢 最好就不要要那些 就是 小朋友或者家企去买的 就是其实为什么我说 有些东西是要改呢 就是这些东西没错 你算下去GDP那里会多很多钱的 就是将教育那些东西呢 你的产业化会多很多钱的 那 就是 但是呢 对于一般的 就是家庭来说呢 你如果是要去买那个教科书 每年都要买新的呢 其实 成本都很高的 还有那些教材呢 其实有没有必要整天改版呢 其实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要改版的 你老美加减乘除也是这样教的啦 是不是 就是 我们小时候又学加减乘除 现在他们又学加减乘除的啦 为什么呢 就是那些教科书要 与时俱进的呢 就是 我是不明白的 如果你写那个教科书里面那些内容呢 就是 和生活 一定是有关的话呢 比如那些数学的那些题目 你说吃东西啊 就是吃水果啊 吃饭那些 那些不会变的嘛 就是譬如一个人吃多少碗饭 有多少个人啊 那你要预备多少碗饭呢 就是那些 不会变的嘛 你把那个生活放在一些基础的东西上面 就是 吃饭啊 吃水果啊 做运动啊 跑步啊 那些那些 就是 在什么时代都是会做的东西 你不要理说 电视机的样子那些 你写电视机你不画的样子都可以啦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是 就算之前我们给大家看的 新加坡的教材 那个电视机都是大牛龟电视 都没有改过 电话又是那些 就是拍张照片又是那些拨的那些电话来的 就是有些教材是这样的 那么其实 就是 很坦白说 我觉得一点影响都没有 我看到我儿子他 就是 在学校带回来的那些东西 其实 说真的啦 都不会说有很多公仔那些东西的 计数就计数啦 是不是 你学英文就学英文啦 是不是呢 如果你要画东西的 那你就叫那些小孩自己画啦 对不对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那么当然教育部呢就会严格审核把关啦 为什么会教育部要出声 其实也是不公道的 我的看法就是 为什么呢 就是教育部 就被人质疑 他没有严格把关 那么 空卫斯就说社长啊 有人说呢 小孩子那些纹身是纹身贴纸 小朋友很喜欢玩的 没错啦 所以有些东西是上纲上线 我就说了的了 他纹身那些 其实纹身贴纸都很小事而已 还有啊 你不是纹身贴纸 你小时候有没有拿个纸笔 或者是劳力士在手那里 我是劳力士来的 我没试过 自己画劳力士 没有珠宝的大人 有珠宝 拿一支箱头笔在那里画 大把小孩都画这些的啦 你要上线上线的 为什么要带劳力士呢 为什么不带华为手标 我用一支华为的 画了一支华为的 导致华为的 是不是 就是说真的 比如在脚那里 没有手机 画一支手机出来 我爹地妈妈用手机 其实很小事而已 我的看法就是 对了 Virginia Key就咬一支出来 但是你咬完之后 还要画一些标带的嘛 是不是 就是你咬了一支劳力士出来 你还要有标带的 那就要画了 那么Kokimi就是纹身 我觉得是穿了 蜜褲 其实那些很小事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但是 现在内地呢 就是开始了一个风气 就是 是不是都要 将它 无限放大了 其实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这些 这些不是那么好的 这些 《教育报》有说的 那就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符合大众审美习惯 那么 我要说了 这个就要看回唐宋八大家 就是那些 诗歌 接着还有 那些诗词 不是诗歌 我说了 好了 诗词 另外 接着还要看看 唐宋时代的那些国画 最多是去到明朝的那些国画是怎么样的 就跟那些来画 那就是国画风 如果你要中华优秀文化就是这样 其实就是 所以千万不要画那些日本动画式那些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现在要很谨慎 就是 教育部都会 一定要有这个 政治理论基础才行 要么就画回 以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 红色大字 那些海报 用回那个画风 那就没错了 其实我告诉大家 听过麻烦在哪里呢 现在你试过一次被人搞呢 他怎么都搞到你的 其实是 那个事实就是你自己 以后照板煮碗的 真的 所以 为什么我要 为什么呢 我们说要拿回 就是之前 苏联那些 就是数学书给大家看一下 但是其实呢 在俄罗斯 都有人这样说的 在俄罗斯 都有人说呢 以前呢 苏联时代的那些 书呢 就比现在那些了 比现在那些了 这样 但是其实 说到底呢 这些书呢 我的看法根本连新版都不用改的 就是 学校呢 其实可以呢 就提供了一些书给那些小朋友 借回家看 看完一年之后 读完完一年之后 还回给 学校 接着呢 那些功课纸呢 就影印给他们 那其实呢 就立刻省了很多成本了 整个教育那里 就是我的看法呢 因为呢 在澳洲是这样的 那些小朋友不用买书的 新西兰也是的 小朋友不用买书的 上学呢 只是要买那些保的 而且 先生呢 会影印那些指派 给大家 功课做的 一元书的钱都不用花的 就是有人说 哦 书保费贵不贵 要保的那些是贵的 但是 书呢 其实是不用付钱的 其实就 那么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 沈迅堡赌棍呢 就说 唐伯虎画的 神鸟凤王 这个神鸟凤王呢 就不是唐伯虎画的 是阿叻画的 哈哈哈 阿叻是做 好像叫做 竹枝山 哈哈哈 就不是唐伯虎画的 是唐伯虎画的 唐伯虎画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台仰就说 台仰就说 当然会说 神鸟凤王不知道是什么啦 是不是 你不认识神鸟凤王是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哈哈哈哈 我分享给你看看 因为呢 因为呢 那部电影嘛 哈哈 那只鸟啊 现在我分享这张照片 那条虫 给大家看一看 不是那条虫 那条虫是另外一个 那个叫什么 《气吞天下图》 那个就真是唐伯虎画的 那个呢 他讲的嘛 就是他戏里面的周星驰 唐伯虎画的 那这个呢 就是竹枝山的名画来的 那一部电影里面 就叫做《神鸟凤王图》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了 哈哈哈哈 要讲清楚先 那Kokemi就说 画了一条虫 画了一条虫 叫做 不知道 忘记了头那几句是什么 后面那句呢 肯定是《气吞天下图》 前面那句我都忘记了 哈 就是我能够记得的 都是很少的 因为我这个人呢 都已经开始 呃 老了 就是这个 没办法了 好了 回来讲一下 就是其他消息先 好吧 呃 呃 我刚刚查了 他真的 我刚查了《气吞天下图》 前面那四个字就叫做 呃 《红鹰展翅》 《气吞天下图》 要讲清楚先 回来那个消息 咦 也不知道那些消息了 我也看到乱了 回来讲 嗯 《红领巾质量标准》 就 呃 新国标就由市场的监管局批准发布 那11月1号就正式实施 就是红领巾就有质量的了 好了 呃 就是现在呢 呃 呃 呃 已经受控了 所以呢 最坏的情况呢 看上来已经过去了 啊 过去了 啊 那 看看先 呃 这个强性就说屁股或石 JJ或虫 好了 回来吧 哎 就是这个 看看 那个情况先 呃 呃 国内产的AC352直升机呢 就完成了 功能和可靠性是非 那现在这个AC352直升机呢 就有可能呢 就很快就会拿到这个适航取证了 那另外 另外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一个指引 就有优化知名成熟发行人的债券发行上市审核 那当然知名成熟发行人呢 就不是洗脚淋啦 洗脚淋是知名的 但是他是不成熟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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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另外 2022年赛季 中超联赛第一阶段赛程就公布了 那么40天就打10轮 一共呢 就90场比赛 那刚才讲过就是 这个景田啦 就是广州市市场监管部 就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那另外 就是5月27号起 广西各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 可以有罪开展跨省团队旅游 和机票加酒店经营业务 那这个又是要讲一下内地的 就是特殊省份就是山西 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 整天都有些官被开除党籍的 很多落马 还有很多贪腐 那原山西省粮食局的党组书记局长 让杨徐庭就被开除党籍了 那这个有机会会讲一下 这个故事呢 我也要讲一下 都是挺传奇的 因为其实他已经退休了四年了 其实他现在不是官来的 他退休了四年了 那他是偷粮食的 有些事情呢 其实有些事情呢 其实是和管理也是有关系的 我的看法就是管理制度呢 有些事情呢 不是这么完善的 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上下其手的 那其他地方是不是都可以上下其手呢 我告诉大家 在西方 其实有些地方都是这样的 都是上下其手 出了事才会告他 有时都是这样的 有些事情是没办法的 当你那个内部管控做得不好的时候 或者内部的监控做得不好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这些贪污腐败的问题 好了 另外就是现在迅程了 那么福建省龙岩市武平苑 这个又是不好的消息 他说山体滑坡 那么就八个人死亡 就是这些事情呢 很常有的 要治理呢 其实不容易的 就是有些人就骂香港政府做得很差 但是我说话给大家听 就是土力工程处 他做过户土墙的地方呢 其实呢 是没有试过出现任何问题 没出过事 没出过事 就是香港出这些事故 因为香港土力工程处呢 在过去20年呢 是做了很多斜坡维修工程 他做了那些户土墙之后呢 其实整体的社会呢 就安全很多的 你自己要留意一下自己身处的社会发生着什么事 就不要说听人家说 说政府做得差就真的做得差 其实政府呢 做了很多事情 有些人就说政府做事应该的嘛 给税的 交好税的嘛 那 你说这句话的人 你自己交了多少税呢 好 你自己想一下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人家帮我交了的 是啊 那 另外就是 看一看又是全国降水量预报图 香港应该都会下雨的了 今天 那 就是安徽南部 江西东北部 浙江北部 西部 这些地区 会有暴雨和大暴雨 大家 总之如果在那些地方 因为我们有盲友在那些地方 那 那 那 尽量呢 都是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 香港呢 就不是暴雨来的 那 根据 那 全国降水量预报图 呢 估计呢 就大概10至25毫米 那 好了 现在国内 有些盲友的小朋友 可能都要考高考 那 那 营养专家就建议高考生饮食呢 就要清淡养胃保佬 那 就要保持 温行饮食 就要 就是 食品安全 啊 和呢 腸胃的负担呢 就不要那么大 另外呢 就不要突然改变饮食习惯 这个呢 就是 今天的 神窝新闻简报 中国版 到这里了 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们再讲其他话题